小姐 小姐 我们出去走走吧 小姐 你想去哪儿啊 小姐 老爷可说了 不准你再去冬月 我上街散散心 总可以吧 好 好 我上街散散心 我上街散散心 总可以吧 好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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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老刘 老刘 吴少爷 今天可不巧 起锅晚了 那你还等吗 等 还是要块拉呢 又大又甜 好 你稍等啊 吴平哥哥 终于追上你了 有没 我有话想跟你说 什么话 自从那天分开以后 我想了很久 其实我们不是没有机会 再续前缘的 这不可能的 不会不可能 只要你休息再去 什么 我 吴婶她跟我说过了 吴婶也有这个意思 我娘 吴婶说 那个人不守规矩 弄得冬月儿鸡犬不宁 吴叔吴婶气得够呛 早就有修她的意思 而且 只有这样做 我们才可以在一起啊 你说的 说这什么话呢 什么什么话呀 永梅 周莹是我的妻子 不仅现在事 生生世世都是 绝不更改 那我呢 永梅 以前的事 都归以前 从今往后 你我之间只有兄妹之情 而作为哥哥 我也祝你早日 你的家许 吴少爷 你的经过好了 吴少爷 今天等久了 算我请坐 不不不不 你太客气了 吴平哥哥 我得趁热 把劲都带回去 告辞 他每天都来买金糕 是啊 说是买给他媳妇的 吴少爷对他媳妇 可真好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